冥王星在很久以前是被称之外太阳性之中的处于最边缘的行星,但是在之后,经过科学家仔细观察发现,这颗行星并不能够称之为行星,所以就将它从行星的行列里面踢了出去,变成了可怜的矮行星。 不过到现在为止,科学家对于这颗星球的观测并没有停止,而就在日前,研究学者再次对这个矮行星的出发,也提出了质疑,因为就在日前,研究学者通过一项最新的分析之后发现,这颗星球就可能根本就不是行星,既不是普通的行星,也不是现在所规列的矮行星, 反而应该是一颗由众多小的彗星,大量汇聚而成的超级巨大的彗星,这听起来是不是让人感觉特别的惊讶,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乱说的,因为这是有科学依据的,现在研究学者已经提出,有可能这颗星球只是披着矮行星的万一而已,但是它的骨子里面应该是一颗彗星, 而且这颗彗星的构成,最起码有十亿颗小小的彗星,才能够让大家看到如此的庞大体积,研究学者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其实主要还是通过观测,这颗星球上面的一个特殊的地形,那就是斯普特尼克平原, 这个地方是在2015年,美国通过太空飞船拍摄到的,星球上面的一个特殊的地方,也可以被称之为它的心脏虚欲,不过从这张图片上的地形可以看出,这个地形形成,最起码已经超过了一年的时间, 而且这个地形应该还是在不断的形成过程之中,整个地形可以说是非常的广貌,在这里没有任何的陨石坑,也没有看到那种斑驳的痕迹, 当第一次发现这个平原之后,很多的研究学者都是震惊了,没想到会出现这么大的平原地区, 而此次研究学者之所以会得出这个比较奇怪的结论,其实也就是通过这个地区进行相关的分析之后,才推测而出的, 因为研究学者通过宇宙飞船探测这个地区传输回来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这里存在着大量的蛋, 而且这个含量大约是11颗归星汇聚而来的带总含量, 并且这个地区的化学成分居然跟距离不远的科医国地带的彗星化学成分非常的相似, 但是大家都知道,咱们太阳系之中的行星,基本上都是由尘埃慢慢的凝聚而成, 而彗星则跟这些行星的构成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彗星它们的形成是来自于太阳系最微微的冰冻云团, 以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必然联系,当然它们所含有的化学成分也就是完全的不一样了, 而此次研究学者通过研究这颗星球上面的这一特殊地形的成分, 结果发现它的地形成分跟别的星球完全的不一样,反而更加的相似于会, 研究学者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通过研究发现, 这颗星球上面表面的一氧化碳含量非常得少, 而别的星球上面的该种化学成分的含量都是比较多的, 不过研究学者认为,很有可能它的这种成分是埋在了氮成分的下面,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跟野态的水已经发生了反应, 所以已经消耗殆尽了, 不过研究学者还提出了一点, 那就是这颗星球的地表温度接近于绝对零度, 但是在它的地表上形成的沙丘, 应该都是一些冰冻的蛋和甲烷净粒, 这颗星球的大气非常的稀薄, 而且要强却特别的大, 所以并不能够形成, 可以雕刻成各种不同形态的沙丘的强风力, 因此这颗星球上所形成的这些特殊的因缘沙丘, 就让科学家感觉非常的困惑, 不知道是如何才能够形成的, 而且相关的研究学者表示, 当时的宇宙飞船传输回来了, 这样特殊的地形之后, 仍然感觉非常的震惊, 因为从之前的相关资料了解到, 这颗星球想要形成这样的沙丘地貌,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研究学者指出, 有可能这颗星球, 它的最初化学构成, 应该就是来自于彗星, 只不过在液态水的影响, 下菜发生了改变而已, 也就是说在这颗星球下面, 有可能现在还存在着一个海洋, 当然, 关于这种说法, 其实研究学者也存在着很多疑惑, 所以虽然提出了这颗星球, 有可能是彗星的这样的一个猜测, 但是却并没有公布确切的答案, 到目前为止, 也只是一种假设, 虽然找到了一些间接的证据, 却并不能直接地证明, 因此还需要宇宙飞船, 不断地传输更多的信息和有力的数据, 这样才能够加速研究学者, 追着颗星球起源, 以及他的造成的探索,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